其中用停格動畫呈現的極端血腥 以及各種黃色笑話和髒話 絕對是你平常看不到的漫威 摩多克小時候歷經同學的霸凌社會嘲諷 所以他一心想要報復這個殘忍不公平的世界 沒有錯 鋼鐵人回來了 而且這一次他還對上了漫威宇宙中最奇特的大反派 你就看看他 超級巨大又充滿皺褶的頭 小小的身體 讓他只能靠著漂浮以來移動 這個人到底是什麼樣的角色 Stanley和Jack Kirby把他創造出來的時候大概是稀嗨了吧 我現在就直接說 摩多克這個反派絕對是有史以來最荒唐的漫畫反派 而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如此令人印象深刻 現在我們也終於得到了漫威製作的成人動畫影集 其中用停格動畫呈現的極端血腥以及各種黃色笑話和髒話 絕對是你平常看不到的漫威 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這超鏘影集 大家好 我是超粒方 感謝點進這部影片的你 歡迎各位厭世宅們回到這個頻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 點一下訂閱鈕就能加入這些 叫我一起深入探究電影 我看了一下後台數據 有55%的觀眾是已經訂閱的 歡迎讓這個數字變得更高 沒有錯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漫威在猎音 與酷寒戰士跟洛基之間推出的影集 MODOK 此處簡稱摩多克 而首先你需要知道的是 這句非常非常非常的怪 摩多克這影集由製作機器機的團隊來拍攝 對 沒有錯 就是Adult Swim裡面 用各個知名角色來拍攝各種超大尺度的 超血腥暴力的定格動畫團隊 有看過任何機器機動畫的人 現在大概會知道 這絕對不是拍給小朋友看的作品 其中各種內臟暴擊 砍頭斷枝 炸出腦漿 人獸融合 人與人的連結 絕對有想挑戰無敵少俠 最血腥動畫影集的頭銜 而且製作團隊完全知道自己的客群 各種哽會快到你幾乎跟不上 也絕對不會手軟 像是GOOP 呃 我那個蠟燭是不是還沒開箱 喜歡迷音的你絕對不能錯過 不過在看這影集之前 還是得知道一些背景才能比較懂哽 那話不多說 就讓我們介紹這個奇異的反派 說故事模式 啟動 在原著漫畫中 摩多克本名George Tarleton 他原本是一名平庸的AIM 超製機構技術人員 AIM 為了要將宇宙魔防轉換成能源 當成動力源來使用 需要一個全新的智腦開發計劃 最後選擇了George 作為該實驗的第一個白老鼠 但是實驗過程中 讓George的身體產生了極端的變異 他腦袋長到平常人的六倍大 但四肢卻維持原本的樣子 比例比Funkle Pop還誇張 當然 這樣的實驗幾乎是把George給逼瘋 最終殺死了自己所有上級 並從此自稱摩多克 MODOK Mental Organism Designed Only for Killing 只會進行殺戮的精神有機體 更篡奪了AIM的控制權 並成為其組織的首領 經過改造的摩多克擁有AI電腦天才的智能和計算力記憶力 可以熟知他經歷過的所有事件 這強化過的大腦也讓他擁有非常強大的精神念力 可以直接生成立場防護盾來抵禦攻擊 也可以製造精神能量來進行攻擊 除此之外 摩多克也可以讀取他人的思想 還可以將自己轉換成電子數據 用電子郵件的形式傳送 使他成為一名天才及科學家兼戰略家 因為頭太巨大 摩多克通常需要乘坐一把懸浮座椅 配備有各種高科技武器裝備 也因為造型而常被其他復仇者聯盟成員 以及讀者戲稱為大頭 不過在近年來的漫畫裡 摩多克開始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都被塑造成一個缺乏愛以及安全感的角色 而且漫畫的編劇似乎很喜歡給摩多克意外的女人員 像是神盾局幹員Maria Hill 還有索爾的妹妹 沒有錯 在漫威2013年的漫畫中 摩多克喜歡上索爾另外一個失散已久的妹妹Angela 當時的Angela加入星際異工隊一起冒險 而在故事進展到大事件秘密戰爭時 Angela來到摩多克的領土 在摩多克與Angela相遇之後 整個故事走向就變成日曼的親戀愛喜劇風格 而就像她與Maria Hill的愛情故事線一樣 這兩段戀情最後都並未開花結果 不過如果真的有成的話 她就要叫索爾大舊子了 其實我還蠻想看到這種發展的 而這次的動畫影集非常特別 其實只借用了以上少部分的漫畫修訂 接下來會有些微的劇透 不過既然你都在這裡了 我想你應該不是很care 就讓我們開始吧 54321 在漫畫原著裡我們知道 摩多克是因為有關宇宙魔方的實驗 才突變成這個大頭短手的畸形怪人 但是在這個停歌動畫影集裡的摩多克 是從出生開始就有顆超級大的頭 劇情開始在35年前的摩多克家中 有著非比懸長大頭的她 常常被她的同學們霸凌 這天小小摩多克可憐稀稀的向媽媽抱怨到 學校同學破壞了她發明的機器 不過她的媽媽還是對她不離不棄 鼓勵她說 她那顆超大又聰明又美麗的腦袋瓜 總有一天一定會改變世界的 小小摩多克看似受到啟罰 但畫面切回現今時間 摩多克乘坐在她的漂浮椅上 飛翔於紐約市上空 伴隨著瘋狂的笑聲 她宣布 我會征服世界 並且把世界改造成專屬摩多克的烏托榜 就在此時鋼鐵人也加入戰局 從背後偷襲摩多克 最後摩多克直接被鋼鐵人一腳重重的踹飛出去 逃回AIM總部 摩多克正與她的小洛洛們 一起慶祝入侵紐約行動的勝利 她告舉得來不易的戰利品 鋼鐵人右腳推進器 因為鋼鐵人踢摩多克踢得太用力了 鞋子卡在摩多克椅子上 沒有錯 這就是這樣的影集 而接下來就是這影集最有趣的設定 這次摩多克不只是想要毀滅世界的超級反派 她同時也是育有一兒一女的終年父親 摩多克白天在AIM經營她的邪惡組織 與復仇者聯盟對抗 但下班之後還是會透過秘密電梯回到她家裡 陪伴老婆跟小孩 她也跟大多數人一樣有著普通人們的煩惱 像是輪到誰去倒垃圾 以及家裡的果汁機又壞掉了等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琐事 雖然說這台果汁機其實是個能夠自由變形的機器人就是了 不過最令她頭大的還是她的老婆 跟你預期中的老梗不一樣 她對於老公一心想要成為最厲害超級反派的先進 其實是非常驕傲與支持的 但是因為摩多克時常無法在統治世界以及家庭之間達到一個平衡 即使回到家裡她也總是想著要如何打敗復仇者聯盟 擴展她的勢力 夫妻之間的感情變質 Jody也因此提出離婚 此時因為AIM長期經營不善而瀕臨破產 她被迫把公司股權賣給Grumble這個宇宙的Google 接下來整個影集就是圍繞著摩多克的終年危機 以及如何挽回她失去的兩個最大生命之處 她的邪惡組織AIM以及她的家庭 在這些荒唐的劇情之中卻創造出了許多真誠的時刻 像是摩多克為了拯救與妻子的感情帶著她回到過去參加演唱會 卻意外也回不來 就這樣看著兩人自己養兒育女十幾年 而在這個邪惡古怪的大反派之下 也意外藏著一個脆弱的男孩 摩多克小時候歷經同學的霸凌社會嘲諷 所以她一心想要報復這個殘忍不公平的世界 但是遇到老婆並生下可愛的小孩後 摩多克雖然還是保有想要征服世界的念頭 但或許已經無形之中有了些許的轉變 現在她最擔心的是 是小孩遭受當年自己的殘酷經歷 因此竭盡所能的為他們征服這個瘋狂世界 試圖將世界變成他們最美好的烏托榜 摩多克的故事在眾多搞笑爆點橋段之語 同時也讓我們看見一位超級反派 試圖挽救自己畢生的成就 試圖修復與家人的感情 從一個絕對自我中心的人 最終成為一個 還是很自大但是更清楚自己優先順序的人 如果你喜歡另類漫畫故事 絕對要給她一個機會 現在摩多克第一季實機 已經全部在葫蘆串流平台上線了 去看一下 或許這位漫威宇宙最獵奇的反派 會驚艷你一反也說不定 現在就點畫面上連結看更多美漫相關解析 也去看一下我推薦防疫待在家就能玩的桌遊 記得訂閱一下 讓這個電影邪教更加壯大 作者已死電影萬歲 我是超粒飯 我們下部影片見